原来他对我说的那些话 是想让我离开他 害怕我为了他的事 而受到伤害 看来 你们两个要彼此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我们该回去了 好 不动 吃我一拳 住手吧 哎呀呀 不得了了呢 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 还有意识吗 我诺 托尔斯不诺 向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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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向 向爷 我 没有对色 我 你做得非常好 我才不会怕你呢 放马 过来 就这 看来得拿你来出气呀 下手太狠了 不得了 要不是你们 要不是你们及时出现 墨多 已经被打死了 墨多 你一定不能出事呀 就算 就算把现在的武器造出来 对付这些开挂的异世界人 还是弱了一点 费墓 费墓是个好材料 但它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修罗大陆的传说中 有关于费墓的 传说修罗大陆的创世神 用强大的力量 创造了所有的生命 而费墓 则是创世神离开大陆前 所乘坐的巨船掉落的船木 只有创世神 懂得怎么使用这种木头 我的个怪怪 我曾经尝试用费墓锻造很多次 都失败了 难道 小爷 你拥有过创世神硬的体质吗 不会吧 我只是知道费墓特性之后 就想用锻造术试一下 要是能够锻造废墓的话 说不定象也真的能够打败雷娜 为了一刹贝拉 我一定可以 今天 比赛将进入第二阶段 八强进四强 第一轮 由锻造班的象野 对战厨师班的奶奶 请学员们去准备准备 十分钟后 正式开始比赛 小爷 那个奶奶的爆发力 和身体素质都十分强 跟我有得一拼呢 放心好了 我已经想出对策了 是很强呢 但不像你这么粗暴 嗯 这么说来 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赢的呢 那个 昨天艾儿可厉害了 不过作为女孩子 我却要强烈谴责她 我就不信 为什么打不到你 你肯定使出了什么幻术 绝技 听束缚 听束缚 什么 内祸之术 好美哦 好兴奋 这招陛下没必要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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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不会受到这样的蛊惑的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 你不受影响 她好有男子气概呀 好痛呀 不计女色 也是一种修行啊 啊 没有欢呼手 艾儿 你还真是个超级钢铁之男啊 我 我这是尊重对手 你就是很过分 再等一等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邪鬼 圣殿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